20多还没想过内服补胶原蛋白 站出来 跟风买一堆胶原蛋白 没一个能坚持的 站出来 女生呢过了25岁 脸就开始松松滑滑的 胶原蛋白就像是开了九倍速 哇哇哇哇 光靠护肤瓶补救 那肯定是不够的 其实市面上大部分口服胶原蛋白胎产品 我都买过尝试过 但是能让我一直坚持吃 并且可以反复推荐给你们的 也就是它了 康贝阴纤胶原蛋白胎 巴西梅 康贝呢可是03年就上市的国企 从研发到生产 层层严格把关 它这瓶才几十块钱 不仅用料两新成分安全 头感还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我一直坚持炸喝 它呢含量和吸收量两头开炸 一瓶呢就含有整整5万毫克 鱼胶原蛋白胎 它这个配料表 第二位就是鱼胶原蛋白胎 这个用料真的是相当实在了 而且它的平均分子量呢 小于1000到2吨 比起那些无法吸收的大分子 它吸收起来就是瘦瘦快 还没等微酸反应过来 诶 吸收完了 玩的就是速度 这不得甩习大家 五六七八条街 还有各种 巴西酶 布老酶 意大利进口血橙等果粹精华 反正对咱们女生好的东小 它都往里面加 补充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还有花青素 咽香的程度也直接拉到了99% 这素颜状态 你别告诉我你不心动 那像我们呢 经常熬夜又喜欢吃甜食 那脸呢 它也会糖化 也会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 举个例子 我们的脸呢 就是这个水池 这脸脸胶原蛋白啊 它一直在鼓 但是只要有糖化 这个大反派在 你看 它还是会哗哗哗流 那怎么办呢 汉安贝里面的 关山樱花提取过 是具有AGE 深成益这些专理 一下子就把反派给它制住了 你看这不就能 困住胶原了吗 生日直接倒着过 还做到了 零热糖 零脂肪 零激素 它喝起来呢 就跟果汁一样 没有一点行为 就不会让你因为难喝而闲置 两个外卖钱 直接到手三大瓶 它们能有个缺点 就是经常断货 所以姐妹们抓紧啊